F-35又换战袍了 最近加利福尼亚州海军基地的第九空中测试与评估中队测试了F-35C的新稀波涂层 在2008年已经退役的F-117也是一直在刷存在感 换上了新的涂装并与F-35C手拉手在空中飞行 五代机的老大哥F-22也有这个待遇 之前就有人拍到F-22新战袍的图片 与这次F-35C穿得很像 只是F-35C的战袍更高级一点 上面的一些小图案不太一样 F-35C穿的应该是一种升级版 这种图层被称为全金属镜面涂装 从照片上看这些图层应该是贴附式的 跟之前的还不太一样 以前都是图附方式 新型的镜面图层具体有什么作用 美国军方没说 不过听火力军二大野家的表哥说 F-35C的新战袍有可能是用来反红爱的 也有可能是作为一种激光防御系统的实验性皮肤 火力军看来看去 还是觉得反红爱技术比较靠谱 毕竟在机载激光武器摇摇无击的情况下 美军现在就试验激光防御系统实在是有些为之过早 而现在的五代机刚好就需要反红爱技术 如果问五代机的最大敌人是谁 那一定是别人家的红爱探测器 毕竟现在的五代机都是以隐身雷达为主 对于反红爱技术只能说是顺带坚固 毕竟屁股后面的发动机不能不用 这就导致像F35、F22这样的五代机很容易被红爱探测 就拿F35的红爱辐射来讲 只比F16低了10%左右 所以红爱探测和追踪技术也就是IRST 就是五代机的一大克星 现在的四代机 比如说俄罗斯的苏35 美国自己的超级大黄蜂Brock3 上面都配备了一个IRST吊舱 利用红爱追踪技术对付五代机 相比较雷达IRST吊舱这种红爱探测技术更隐蔽 雷达想要锁定敌人 还需要发射电磁波 敌方战机就会通过雷达告警装置发现几方战机 之后战机就可以利用持续机动 避免被敌方雷达锁定 就比如在之前的北约军演中 F22在近距离中被法国的阵风观测到 但是凭借着自己的机动性 F22始终处于阵风雷达等各种传感器的探测边缘 根本没办法锁定 雷达探测和雷达锁定是两个问题 只有雷达锁定了之后才能发射导弹 虽说现在的空空导弹都是发射后不用管 但那是发射后并不是发射前的准备阶段 制导类武器在发射前必须有必要的启动 比如导弹预热 数据加载 把目标信息传给导弹 然后导弹才能知道自己要飞去哪里 现在又在哪里 而IRST不一样 它是被动式的 战机无法发现 直到导弹发射之后 战机的雷达才会给出预警 少了一个锁定的时间 留给战机的反应时间也不太够 在一定情况下就会有机会击中五代机 需要注意的是 F35C的新涂装并不是美军首次使用 也并非首次公开 早在20多年前 美军就有过超级土豆的测试计划 也就是采用了半黑半金属涂装的F117 目的就是在不影响雷达隐身的情况下 实现反红外 只是从当时的测试情况来说并不是很好 可能是当时没有掌握相关的红外技术 这种涂装在太阳的照射下 会出现类似镜面一样的反光效果 所以美军就终止了超级土豆计划 正式装备的F117就变成了黑色涂装 为什么过去20多年 美军会再次启用这种涂层 因为美军当年想的是超视距作战 使用五代机隐身加雷达先敌发射 加上当时的红外追踪技术很差 只有十几公里 压根就不用管什么反红外技术 毕竟有发动机存在 红外辐射不可能全部隐藏 所以美军对于反红外技术不是很上心 只是现在不行了 红外搜索与追踪技术在这几十年里跑得飞快 在尾追的情况下 探测的距离能达到上百公里 四代机也能逆发五代机 在实战中完全有机会打破五代机的隐身神话 就比如在2018年的叙利亚战场 一架俄军苏35使用基载OLS-35 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就成功锁定了美军F22 当然别人说的不可靠 美国自己也试验了一下 结果发现还真行 去年8月5日的时候 美国爱格林空军基地的一架F15C 在不依赖基载雷达 单单使用自己配备的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的情况下 使用一枚AIM-120导弹 成功击落了一架QF16无人靶机 除了战机携带IRST吊舱 无人机也可以携带作为辽机的战机周围警戒 然后再把红外探测到的信息传输给战机 这下五代机的隐身作用直接下降 如果有一天媒体爆出来 五代机被无人机干掉也不稀奇 IRST技术的发展 直接把美军五代机之后要走的路给定了 反红外 而五代机的隐身性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隐身外形以及雷达吸波材料 雷达发出的电磁波在到达飞机表面时 一部分会反射出去 也就是镜面反射 另一部分则是飞进飞机体内 飞机的隐身就是依靠这两点 减少镜面发射和吸收电磁波 这就要依靠飞机外形设计和隐身涂层 但是就重要性而言 其实是飞机外形比较重要 其中隐身外对于减少雷达接面积的贡献 大约占9层 而雷达吸波材料只占一层 但是外形隐身设计太过复杂 加上需要兼顾飞行性能和操控性能 存在天花板 现有战机机型 比如F35与F22很难继续升级 继续挖掘的空间有限 而雷达吸波材料的研究却在飞速发展 所以未来战机想要在隐身上更上一层楼 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涂装 所以才有了F117 F35 F22的镜面涂装 所以火力军认为 F35C的新涂装 很可能是用来减少战机正面和侧面半球的红外信号 而且不会增加雷达特征还比较好维护 只是战机尾部热气流的红外特征很难被削弱 战机做不到全面反红外技术 这属于先天缺险 无法弥补的那种 不过仅减少迎头探索的距离也已经够用了 毕竟现在的RST没有雷达那么可靠 存在很多缺险 比如市场较窄 精度不高 易受干扰 无法单独获取火控级别的目标参数等等 当然除了反红外 美军研究战机新涂层也是为了更换自家隐身战机的战袍 毕竟F35、F22都已经服役几十年了 战机的涂层已经跟不上时代 而这次的测试就是在研究这种材料是否可行 从涂装的边缘结构来看 F35C像是用某种材料通过粘贴的方式覆盖到机身上 而不是涂上去的 这也就意味着F35C更换涂层会比较简单 把五代机的涂层维修设施搬到航母上去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像F35C这种能跟着航母跑天下的舰载机 身上多多少少都带了一点毛病 就比如之前就出现过F35C身上的锡波涂层生锈的情况 2021年8月的时候 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搭载F35C舰载机 开始前往太平洋部署 在今年1月底 美国国防部就发表了航母上F35C的一些照片 可以看到机身中央 机翼和尾部出现了一些棕色痕迹和斑点 跟生锈了一样 F35主要采用的是复合材料 机身和蒙皮肯定不会生锈 唯一的可能就是锡波涂层里面的铁威力氧化 只是偏偏在飞机上没办法维护 不过按照罗马公司的说法 生锈也不会影响F35C的隐身能力 估计是锡波涂层的厚度太厚 但是实际上到底如何谁也不知道 之前还有过F35超音速飞行超过一分钟 就容易造成隐身涂层脱落的传闻 没有证据 霍利军也不会把话说死 到底如何只有美国军方自己知道 初刊F35 F22的隐身涂层的毛病 基本上人尽皆知了 有图有真相 F22身上的涂料容易脱落和生锈 所以需要定期进行维护 喷漆作业 跟温室里的花朵一样 需要航空递勤人员 将F22拉进恒温机库存放 平常的保养维护也极为繁琐 且需要耗费大量资金 令F22本身制造成本居高不下 平常的保养也成为了美国空军的一大负担 这也应该是F22在量产不足190架时 就被美国防部叫停 生产线被落马公司废弃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F35 F22的涂层都是用刷子刷上去的 新的隐身涂层更像是贴上去的 虽然只插了一个字 但是在维修难度上就降了N个档次 毕竟刷隐身涂层还需要专业人士以及专业的设备维修 一旦涂层出现问题 就必须返场进行铲除重新涂装 只能说很麻烦 贴上去就简单了 哪地方出现了损毁 直接把上面那一部分给接下来 再贴一个新的上去 感觉火力军上去就文改 而且这种新涂料也更耐用 像F22出来展览后 发现身上掉漆的现象是不会再出现了 从F35飞行的图片来看 这是一种半透明的涂层 只允许雷达红外信号从特定的角度发射出去 目的就是减少飞机正面和侧面的红外信号 当然也有说法是认为 F35C的镜面涂装是为了反激光涂层 然后用在未来的六代机上面 这个说法火力军认为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不大 虽然现在激光武器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美国HELLS系统以色列铁树都能用 但威力能不能威胁到战机就不好说了 而且在当前应对高端战争威胁的背景下 将有限的经费投入到短期 无法形成作战能力的定向能威胁上 着实是有些操之过急 那么这就有一个小问题 只依靠涂装就做到反激光可能吗 从理论上来讲 确实有这种可能 从F35C的照片上来看 美军是希望这类金属涂装发挥镜子的折射效果 利用折射降低激光的威力 在激光武器的研制过程中 这种折射确实存在 也就是斜阵枪的研制 还是一种说法是视觉隐身 或者叫低可视隐身 并非完全看不见 而是要缩短目视发现距离 减少目视识别特征 以达成战术上出其不意的效果 不过火力军认为这种的可能性是最小的 有些得不偿失 F22的镜面涂装具有高反射率 使得战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变色龙特质 达到视觉隐身效果 考虑到当前的制空作战多为超视距空战 这种牺牲战机雷达隐身特性 换取视觉隐身效果的做法得不偿失 那么这种镜面涂层对于F35C有什么意义 这里的前提是涂层有作用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反红外 至于反激光这东西顶多是测试 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提升隐身性能 本来四代机还能凭借着IRST技术 跟五代机拼一拼 但是新涂层配备之后 F35与F22红外辐射的缺点就被无限缩小 至于尾追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很小 毕竟雷达的探测距离比红外探测远 正常情况下肯定是五代机先发现四代机 所以IRST更多的还是用于五代机内战 在五代机隐身空战的时代 雷达的作用缩小 哪家的IRST更先进 或者说谁的反红外技术更好 谁才是大跌 美军也明白这个问题 所以打算给F22加上IRST系统 只是作为一个处于中年危机的战机 F22不像F35这种青少年 有很强的可塑性 美军很难将IRST系统 集成到现有的F22战机上 像F18那样使用外部吊舱会破坏隐身性能 在战机内部安装空间又不太够 而且还要面临大量的反攻修改 不过按照落马公司F22负责人的意思 把F22驾驶舱里面的早期平板显示器换成最新的轻薄款 这样一来F22就有了足够的空间 IRST加上镜面涂层 F22估计还能再续个几十年 而F35五代机大哥的位置就稳了 只是不管怎么说 F35与F22的新战袍是反红爱还是反激光 都是战机未来发展的趋势 反红爱是着手现在 反激光则是着重未来 六代机用不着 那就七代机用 多囤点技术又不会吃亏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F35的新战袍是做什么用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